宋一鸣四日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想澄清外界對教會的所有誤解 不過全程卻未提到小甜甜 也沒跟他道歉 小甜甜忍了一夜後也出來痛訴 真相就是我被家暴後又不聽話 堅持要報警 所以我就是 小甜甜今早發出將近五千字的長文 認了自己遭到丈夫家暴 去年9月18日晚上 兩人應家事問題起爭執 宋先生突然極度不耐煩的暴怒 超大力反過來坐在我的身上徒手揍我 讓他非常錯愕也非常害怕 卻被宋一鳴阻止報警 吳東諺百家綺甚至到警局堵他阻止他驗傷 叫他要饒恕 學會原諒不計較 不過為了確保自己跟孩子的安全 他還是悄悄的前往醫院 並申請保護令 因此成了他們口中不聽話的魔鬼撒旦 小甜甜心痛的說 家暴就是林榮苑 更強調和老公絕對不是互毆 而是他單方面被打 這期間他多次撥打113110 最終是在阿伯徐小可等人的協助下 才讓老公搬走 而事發至今老公從未向他道歉 甚至還跟他說 我沒再打你第二次 就是我對你最大的道歉 讓他徹底新涼 至於老公被傳說因為打官司的關係 暴瘦10公斤 小甜甜也槍暴這點表示 拜託那照片是他4年前 連我都還不認識他時的受照好嗎 而關於被宋一鳴標罵已是 小甜甜說確實有被很凶的唸了一番 因為宋一鳴認為新聞出來 都是他對記者的回應佔了版面 毀了他按電視台籌備了10年的戲 更說如果你遇到10年前的我 我絕不會饒過你 就這樣被罵了3、4、10分鐘後 宋一鳴也跟他說沒事了 對此他也替宋一鳴澄清 他並非因為記者會的回答被換角 而是被家暴後不聽他們的話被換角的 真相文一出底下瞬間 湧入大家的加油打氣 小甜甜真的辛苦了 打氣 打氣 мед